标识符是什么呢 是给类接口方法变量等起名字时使用的字符序列 说白了 就是我们要给它们起名字 来怎么起 按照一种规则去起就行了 那么组成规则 英文字母大小写 26个英文字母大小写 数字字符0到9 数字字符0到9 还有这个下滑线和这个 Dollar符号和这个下滑线 那么这些都可以去组成标识符 但是注意事项 不能以数字开头 就是你不能起一个叫做1 不能起一个叫1 不能以数字开头 但是可以以数字结尾 这是没问题的 不能是扎号中的关键字 刚才我们已经测试过了吧 扎号中的关键字的时候不能当作类名 那这些其他名也一样不可以当 因为它已经赋予特殊含义了 然后呢 它是区分大小写的 区分大小写的 这是注意事项 我们要知道如何去给类接口方法 变量等起名字 要知道这个事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合法的标识符和非法的标识符 来看这是合法的标识符 Hello World 那么这个是不合法的 为什么不合法呀 因为它中间有个空格 对不对 好 这是合法的 它是不是数字开头啊 不是 对不对 有下滑线 好 那么它为什么是非法的 2B 对不对 数字是不是开头了呀 好 那么它其实是一个不合法的标识符 那么有同学就笑了 对不对 这个2B呢 原来只是个铅笔 现在呢 只是一种代名词 对不对 无论是在数字界还是字母界 它都是亚军 所以呢 就是这种代名词了 好 再来看 第三个 DEMO 这也肯定什么呀 合法标识符 那么第四 这个不合法的原因是什么呀 这个是后面多了一个警号 我们只有美元符号和下滑线 然后这个 BG-CZBK 然后呢 $0703 这个属于什么 这个就属于合法的标识符 而这个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点 这个点 就不是合法标识符了 这就是合法标识符 和这个非法的标识符 好了 那这个支点呢 咱们就在这停一下